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这样一件瓷器的话 第一步的话我们首先要对它进行拍照 这是一个流荡 同时呢我们也会建立一个修复档案 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些尺寸是多少 它的质地是什么 修复工作的开展第一步的话 我们主要是以清洗为主 因为它因为长年累月的存放在一些不干净的一些地方 它会身上沾满了很多的灰尘 所以说呢我们前期就是给它做一些清洗 清洗完以后呢我们会观察它这边破损的一些情况 我们要进行对它一些拆除 拆除完以后呢我们要进行重新的一些补配 补配当中很重要的是调刀 然后就是一些矿物脂粉 矿物脂粉的主要用处在于 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颜色 我们做修补的话 颜色越接近原本器物的颜色是越好的 然后在环洋素质里面加入华石粉这种填充剂 形成所谓的镊子 就像我们装修房子中使用的镊子一样 进行补缺完以后呢我们要进行打磨 打磨是修复当中比较重要的一项 因为它决定了你后面做颜色是不是能够做到完美 打磨的话它可能会花一点时间 特别是这件器物它的难点就在于它是一个弧面的 所以说我们打磨的话一定要根据它的一个弧面来细致的打磨 打磨最终的要达到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用手摸摸上去以后 你补缺上面的这个东西跟你周围是严丝合缝的 然后做色的话呢我们就是用一些颜料 首先我们会进行一些做一些打底 做一些底色 底色上完以后呢我们要看它是不是就是够平整了 我们在做进一步的一个上色工作 我们就会画青花 因为青花它是在工艺当中属于是一个右下材 所以说我们要体现它右下材的工艺 这样的话我们从肉眼看上去 这个蓝色是透在下面的 上面是有一层右的 做完以后我们它的质感 以及它的这种青花这种感觉 是非常接近它这个本来的这个面目的